很多的花友比较喜欢茶花 老花衣这几天也在卖 然后很多的花友都去买了 认为买了老花衣的茶花就能养得好 这个 我跟你讲 你比较说你不会处理夫妻感情 对吧 你说老花衣 我等你闺女长大了 你当我女婿 我就生活过得好了 那是两码事 你明白吗 对吧 你不能那么想 你得掌握住方法跟技巧 好吧 首先咱们拿一课过来给大家讲一讲 茶花 你收到手之后 第一步干嘛呢 检查一下 你像这种一个头上面两花包的这个 我告诉你 你得掰掉一个 看到了吗 掰掉一个 有的话 老花衣 我怎么理解 你怎么理解 它这个一个枝条 它很细 上面两个花包 它是百分之百支撑不了的 你别说你不掰掉了 臭宝 我就明摆着了 我告诉你 就算是你掰掉了 它也不能百分之一摆得开 你还不掰 这一个过程叫疏累 还不是洗头 就是减少花包的数量 少生 优生 幸福 对吧 这是一个点 然后呢 这个空气湿度 你一定要懂啊 一定要懂这个空气湿度的这个事 你像茶花的 它开花 它其实对水分 尤其是空气湿度 以及这个盆土水分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你这个花盆啊 一定要给它排水透气 你回去换花盆也好 干什么也好 你包括用的最便宜的这种花盆 你发现了吗 它浇了水都能让它漏出去 都有新鲜的空气 能够进去 所以说回去以后可以换盆 第一步梳垒 第二步呢 有加湿器就搞个加湿器 没有加湿器的话 你可以那个掏冰箱的那种大袋子 每天那个晚上的时候 给它套一套 保保湿 润一润 是吧 喷水的时候可以喷到叶子的背面 尽量的不要喷到花包上面 你可以套袋子的时候 往叶子背面稍稍喷喷喷水啊 然后套上袋子 晚上给它保保湿 白天的时候打开晒晒太阳 明白了吗 怕冷 你要是零下十几度的话 你放室外那就冻死了 明白了吗 酥垒之后增加空气湿度 浇水的话 你只要是盆土容易排水透气的那种 紫砂盆之类的 可以略微的多浇一点水 该施肥的要施肥 插花 在开花的时候是需要肥料的 虽然说它比较耐鸡薄 就是它比较不用多少肥料 但是开花的时候也用 你跟我大舅子娶个媳妇一样 好 千万 这张母娘跟她说 我闺女吃可少了 好家伙了都怀孕了 好家伙还给她吃那一点 能行吗 只不然一个道理 好吧 学到了吗 学到了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姨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养花这张衣 来到车包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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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